老板,赶紧给我看看 咋来 这我五百块钱给你一个远博 五百 这也会有二十六要我会出门 咋来 说我乱花钱 就看来那媳妇 煞得不懂啊 这么大个头的这个阴定 这上哪没 他应该是怕你上那首片了 一般这种气性呢 是失良的定目 你看上面写了还有字 选通念 太古县 足 一般这种带字口的 都是管定 国去清朝一粮是三十七颗左右 咱就看现在的阴子说吧 三百多颗的这个阴子 五百块钱没 你想哪去监路啊 老板 你说我还行 但是 他不得你认为 他认为是五百块钱 没为了一个驴隔大 驴隔大 越吸越像驴头 那两个是怎样的意思 这号的阴定子 被你们吸成这个样子 这你让我看了 说实话有点心疼 不是我说那媳妇的 他这分明啊 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这颜色 谁说看起来像驴 但是这么一个的驴 它能会有这么重吗 再说你花五百块钱又不多 难道平时你连花五百块钱 能做不了重吗 你真别说 我都是天网公里一个 一毛吧 平时的豆流没有 装的驴 超过十块钱了 哦 那可怜吗 嗯 弄得我多不好意思给他说话了 说实话不是我看不起你啊 现在这个社会你想想看 你出门在外你别说硬重了 你就是五百年饿了 你随便找一个地儿 你想吃完惹乎乎了 不说吃成吗 你就是吃包 吃完回面 现在这么着也得十二三块钱一网了吧 哎 这回啊 我就是回家住了吃饭 我那散口味 两块钱的面罩就吃饱了 十块钱我们五味吃吃饭 那你这样说确实是我不太考 反正十块钱对你来说 确实是挺重要的 那既然你这平时 斗着都只装十块钱的话 那你咋会讨五百块钱 没能邻居这个阴定呢 这五百块钱啊 其实你欠我的 欠你了 没想没成想 这事儿就知道了 还非得说我什么上当啊 受验了 要让我给他还过去啥东西呢 邻居邻居的 这底头不见太多见了 五百块钱人家不至于去骗你 反正你这是误达误壮 煎了一个大漏 我给您来煎哪里说一下 这个阴定啊并非是什么驴 我看你正是马京的雪花音 你这习白了 最差 你还可以按现在的阴价卖 三百六十多颗的阴子的重量 你看六块钱一颗算 差不多这都两千多块钱了 耶 两千多 对啊 这回我李妈就 我李妈就卖什么 热秀 高兴高兴回忆 你还别着急 因为这个阴定啊 他是国序湾情那时候的 你看字口又那么清晰 唯一没种补助啊 就是你这清晰了 肯定不能给您啊 两千多 敷衍聊事啊 一般这种适量的阴定啊 现在折合下来 差不多 岂是一颗超上了 因为他们的手上意义啊 要愿意 搞于这个阴价 毕竟这个东西啊 它也是有数量的 适量三百六 岂是可的价格 说实话 这都上万了 好好好 上万了 这个价格 我喜欢很高兴 赶紧给我出钱吧 你还是别着急 这个东西反正它还不会肥 做完都知道没多钱 关键性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能领域五百块钱 卖给你 现在鉴定价值都上万了 你是不是要给那领域多少 分一点 我才不给他分的 在我手里都是我的东西了 他就 我就不分给他了 这个这么着 分发 你回去再考虑一考虑 毕竟这一万多的东西啊 我也怕你做不了足 你是不是得回去 给那媳妇情世情世 以免把东西卖了 你再回去再跪错一半 说实话 这都麻烦了 好你说的 我得回去五百块钱 对对对 回去这些 没事 没事 没事